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试了一下 林先生说 每次都是这样冲力不够 要冲好几次才能冲干净 反而更废水 而且厂家的售后已经上门处理过三回了 连上门的师傅也承认冲力不够 第三次的时候他跟他说 还拍了视频 冲水的视频 好 冲水的视频 那么我们想 那么既然师傅是这样说了 那么我们就说 那么要么退要么坏 然后那个师傅结果 京东给我们一张单子 说那个师傅上面写的一切正常 对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我就打电话给师傅 师傅他说 这个是他们领导说的算的 林先生的妻子还用手机 录了他跟杭州松下售后一位黄师傅的对话 我们打400 400推给京东 因为是京东买的 京东他说 我联系一下厂家 那么厂家 然后再说 那么 他说先找师傅上来看 售后来看 售后来看 售后解决不了 然后我说 那么再找那个 然后他说 我解决不了 你再去找京东 京东再打电话给我们 就是我老婆一个月68块钱的固定电话费 全部花完 林先生拨通了杭州松下售后的一个固定电话 记者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我们售后只能说上门检测机器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只能说给你看没问题 如果说这个过程当面的事情 那麻烦他到京东那边就是说 那问题是这个客户反映说 京东那边要你们确定有问题 才能给他退货 那我们确定有问题 他京东意思就是想跟我们买单了 记者裴林先生赶到了杭州石桥路 238号的一个建材市场 找到了杭州松下储位空间维修部 维修部的附近里说 松下马桶就是节水型设计 他认为林先生买的那款马桶 冲力属于正常 他没法开具单子说马桶有问题 不过副经理建议可以换一款 我们用一体机给你进行更换 他这个冲水跟这种冲水不一样 他有个增加弹 如果说你感觉可以 就是说那个 这个原价多少 原价是7000多 不需要他补差价吧 不需要他补差价 好吧 如果说我跟我才能一个过程 不行我来给你挑 副经理还提供了一段视频 是这款马桶在一位客户家安装好之后 师傅当时拍的冲水视频 从视频看 这款马桶的冲力 比林先生买的那款要大 林先生通过微信 把情况汇报给了妻子 行吗 他说行 那就是没你的责任了 对吧 那就OK了 好吧 领导说好就好了 对对对 那握个手 谢谢副经理 谢谢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 警察 И